呦有好消息啊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看到什么了吗 我居然在卖小苗的地方看到有卖甜瓜苗的 甜瓜苗的 然后我买了五颗甜瓜小苗 现在呢天有点有点硬 但现在我去把它们种上去吧 好出发 我到这个篮子里吧 呀有酒了 啊网友送了我一些甜瓜的种子 但是那个种子没有发芽成功 所以我感觉很失望 但是 可以种这个了 就这看看吧行吧 现在有点下雨了 下雨了下雨了 哇哇 我看见又有几个草莓已经红了 哦 哦哦哦看看看看 一点一点的成熟 继续采栽哦 然后旁边的也会继续生长 这个还没红 这还有 还没熟 融化了 好了 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我在想种甜瓜的地方 要找一块地方 种哪里呢 这边没有 我感觉这边好 12345 就这样一排 稍微有点斜坡 这种地方 就在这种吧 虽然我是买的小苗 但应该还可以吧 只是我现在 现在是新手 所以 育苗也做不好 育苗是一个另一个 学问 育苗的时机 必须得好好掌握 种的太早也不好 太晚也不行 然后 然后我问了他 这一棵能 结多少甜瓜 他说一棵 可以 结五棵吧 五棵果实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后他还教我 这个前面的这个 小芽 帮我摘了 他说摘这个小苗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就不用管 那我直接移栽就行了 呃 就试试吧 有可能他的 那种生长属性 跟草莓有点类似 像草莓都是那种 刚开始是 非常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扩张 我觉得他也有类似的特性 刚开始就是 会不断的扩张 所以 那个农民会帮我 把这个前头给掐 掐断了 就可能是因为 防止他们扩张的意思吧 好 今天就种这个甜瓜 甜瓜香瓜都一样吧 就种在这个草屋前面 好的 好 移栽完成 我捡到了一颗好看的羽毛 真好看 种完了 种完了 哇 下雨了 哇 都能听到下雨的声音了 瀑布 瀑布 哇靠